端妃和竞妃是极端不同的类型,持拥有雷同的命运,竞妃这个女子同样与华妃不和,华妃出场的时候,故意在给皇后请安时迟到,还羞辱而无法前来,因为折磨而病着的端妃。 端妃的病情人人清楚,翻译却大不相同,华妃集团的曹琪莫言辞讽刺,皇后已打得齐妃说话,但又瞧不起的意味,人人嘲弄端妃的残病之躯,像是丽萍那样的手下,自然讽刺的笑了,但是坐在一边的竞妃,就暗自滴没联手,把所有的情绪都习惯性地隐藏起来。 换言之,端妃或许,为了自尊而骄傲不去地活着,永远想要避开那些后宫的妖魔鬼怪,那么竟非这样的女子,就会尽量以藏自身。 低眉顺眼未装起自己,表现出看似无害却最聪明的安全模式来自保,后宫里多少心机深沉的女人,欲发显得一个单纯天真女孩的宝贵,就如同纯常在那样的小姑娘,之所以会遭耐因这盘水太深,想要活下去,都得学会自己自保的一套。 而表面上,娇纯散谱,并行伪貌的竞飞,看似有点像新贵人。 事实上,两名女子的那个翘之千里,新贵人有个极大的好处,她虽算不得聪明,位分又低,健身太慢,却是个实心肠的女人。 藏不住心里的话,有什么便说什么? 出场的时候,新贵人刚刚小产,意外没了小孩,皇上仍想着翻绿头牌制造党她,此举也使得华妃特别记恨新贵人,骂她胡美金又犯了。 当时还先怒,皇后派去的宫女夫子,顺便就料理了这个眼线,新贵人一开始建了甄嬛与沙梅妆受到华妃的刁难,总是不忘说几句重啃的话,有时虽因极度不免冷言冷语,实际上倒显出了真性情。 剧中比较纯真的纯长在于一身傲骨的舍眉妆,懦弱但品格端正的端非不算,也有哪个女人是自始至终都表现了真实无影的本性,不害人,不争宠,不犯任何恶情,大概也就只有亲贵人了吧。 亲贵人原位新常在,按照本性活在后宫里,出事依附着皇后,后来看不惯皇后集团里其贵人的保护,以及安领容争宠的一些作派,因此多广洁尽甄嬛,后来揭发安底环贪污是她的父亲主导,安底环并非遭到陷害而是最有赢得,这方面看她的品格,因为正派而在最后有了好下场,也不忘那风浩心的喜悦意义了。 这一段金红武,让正环下唱跳之前,当时的新常在仔细点说,这金红武由唐玄宗眉非所创,本已失传许久,但是纯元皇后护爱歌舞,几经寻求元武,又苦心故意的加益修改,曾经以舞动天下,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啊,显现她对于文学艺术也是懂得的,后来接口的是出演讽刺的傅茶贵人。 至今红武最难学习,武好了那是精为天人,武不好那可就是懂事笑评了,言下之意,就是不相信甄嬛能把武跳好,所以冷言冷语等着甄嬛出丑,为什么在甄嬛与省眉莊入宫之前? 甄嬛人这个当时算是皇帝八个女人之中品质最低的女子,可以时常受天子宠,还能让华妃有威胁感,新常在想到什么就开口,品质低的没有威胁性,皇后也不可能用她,正因为她什么也不做,这样是新常的女人,才可以让帝王感到安心。 回忆后来甄嬛怀孕时,途经经常在所居住的储秀宫,叫夫半路差点滑倒,发现路上有水人滑倒的鹅卵石,甄嬛让小女子柴一查鹅卵石的名堂,查到鹅卵石是储秀宫里所使用,而且还是血爱种矮子,宗的心常在所有,但当下仍认定那并非是心常在要暗害自己, 就是根据这样的判断而来,新贵人为人低调,不可能去害甄嬛,两人在那时并没有利害关系,住在一起的齐瓶倒是具有很大的嫌疑,当时齐瓶为储秀宫主位,甄嬛早就看出设计用鹅卵石,想太大小产的另有奇人。 所以顺水推舟,向皇上过去,看到了宫女佩儿,惨遭齐平殴打的现场,将继究竟弄走了新贵人的眼中钉,在君王眼中,不聪明却听话的女人最可爱所说的,也就是新贵人了,新贵人是眼色,人却不够聪明,在这种斗争激烈的后宫难以争宠,又没办法和皇后集团对抗,因此她在能够与真还分的情况下, 绝对愿意跟真还合作,所以后来她的家人去举罚安玲蓉的父亲安比怀贪污一事,就让两人的同盟水到渠成,在某种程度上,端背不问事实,对皇上早就死了心,除了想要报复华妃让自己不愿的救贺之外,刚开始她对真还也相当保留,端背是最早入宫的女人之一,早在过去也认识纯元皇后, 年纪大了又性情淡薄,还是小皇帝母子对华妃制造流产,将罪名转嫁给自己又多年不闻不问的冷酷,封她为端妃,顶多是一种弥补,天子不可能感觉不出她心中的怨对,真还能够集合了端妃,竟妃和新贵人等这些妃平为连忙,在与此三人自有相似之处, 不难理解,后宫女人为何会有这许许多多的悲剧,因为两虎相侵之下不是依附华妃,就得听从皇后的命令,这样的家风是很辛苦的,皇帝对端妃有愧且无情,看待新贵人无爱又觉所然无畏, 当初甄嬛会拉拢竞皮并复制她,成为竞妃来顿抗华妃,就是个好选择了,因为竞妃不但不笨,重点是她很听话,算是个心词的女人,正如她的封号竞一样先让宫瑾,每刀省眉妆或真华被华妃陷害,或遇上困难,竞妃往往是第一个跳出来帮忙说话的后宫妃平, 而且还常常是唯一的一个,竞妃的善良,太后很是欣赏,当初见了舍眉妆,便将她比一位有竞品的风范,这也是打算让舍眉妆与竞妃,共同对抗华妃的一项伏笔, 本剧里最厉害的太后控制后宫的手法,也就是制衡儿子罢了,皇帝则会不明了太后的想法呢,母子怜心,皇上判重的是竞妃与舍眉妆的背景, 省眉妆的父亲,省自杀掌握在季州的军权,竞妃同样是武将之女,有这两个汉军旗女人包衬,或许更能牵制年价势力因此,太后重视省眉妆,皇帝首先就重信她,并给予高位贩了贵人,皇后安排省眉妆入住贤府宫, 让省眉妆与竞妃拉近关系,让省眉妆学习六宫事务,又刻意在此时让皇上给竞妃封妃来奔华妃的手,都是一招就好奇, 为了对付皇妃而抬去竞妃,就连皇后也看出连环弹算,所以最早拉拢夏冬春,可惜这是个失败的抉择,夏冬春蠢的是个扶不起的烂牛。 好